经济是有上有落的 但是人生有祂就必定有喜乐 人生是万变的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自从路德明白音信称义的道理之后 他相信人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 更加不是刻苦禁欲 所以他主张人人都可以结婚 马丁路德的行为是很认真的 他对家庭、对婚姻和对朋友 都是尽量做到无可指责 路德就很反对形式化的宗教行为 但是他却很强调的就是 个人跟神的亲密关系 他每天都很勤奋地研读圣经、祈祷 他临终前还在故乡爱斯莱本那里讲道 可见马丁路德真的是至死忠心啊 两位牧师 今天我们又来到威登堡的旧城区 会讲关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哪一方面的事呢? 之前我们讲了很多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所做的事 他改变了教会历史和社会的发展 但是很少提及他个人还有家庭的情况 是啊 我们讲了很多马丁路德 例如钟楼上的经历啊 讲了他如何救了自己又进行了教会 但是真的很少讲到马丁路德自己个人的改变 没错啦 这一集呢 我们会集中来讲 他有逆藏的地方 回到了威登堡之后的经历了 那倒不错啊 那好 好啊 1522年3月 马丁路德冒着生命危险 由瓦特堡返回威登堡 因为当时有些支持宗教改革的人太激进 甚至冲入教堂 破坏祭坛 图画和雕像 所以他就在城市教堂讲了六天的道 传讲忍耐和爱心的信息 也反对毁坏教堂里面的图像 他认为如果跟圣经内容有相关的图像 保留并没有坏处 他希望宗教改革可以和平和稳健地进行 由威登堡推展出去 后来为了纪念宗教改革和马丁路德 1884年 威登堡的城堡教堂 从一个皇室御用的教堂 被打造成为一个纪念宗教改革的地方 有很多宗教改革家的图像 图出其中的历史意义 城市教堂里面 保留了很多 见证宗教改革历史的艺术品 例如这幅《最后晚餐》 画中本来与耶稣同坐的十二门徒 全部都带以当年的宗教改革家 当年路德曾经在这里讲到不下数千次 他也是在这里举行婚礼 1938年 德国政府正式将威登堡 命名为路德之城 现在每年六月中 在威登堡都有重演1525年 路德婚礼的仿古庆典 衣着缤纷的游行队伍 加上很多观众 场面非常热闹 罗牧师 虽然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参加那个庆典 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下 一定是非常的热闹 如果路德知道 今天还有那么多人为他庆祝 他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而且很开心 当然了 如果不是有宗教改革 他还是一个守独身的神父 哪有机会建立家庭 享受家庭之乐呢 自从路德明白音信称义的道理之后 他相信人得救 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 更加不是刻苦禁欲 所以他主张人人都可以结婚 他又宣告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是神圣的 但是很奇怪 就是初期 路德好像对婚姻有一些抗拒感 不是很想结婚 什么缘故 这里有一段故事 1523年的时候 他有一位朋友 就带着九位 本来在女修院 后来还俗的修女来找他 希望他能够照顾 那马丁路德 就为其中八位 撮合了婚姻 建立了家庭 找到了归宿了 但是有一位呢 他 他叫吉弟 怎么样撮合也不成功 后来才发现 原来吉弟说 他只爱他一个人 想要嫁给他 那路德当然不会去吉弟了 没有理由大家都不去 去那个吉弟 却要路德去去啊 他也不是啦 其实那是因为当时呢 路德呢已经42岁了 吉弟呢只有26岁 相差整整16年啊 那么他呢 就想他自己因为宗教改革啊 还有很多的仇家会追杀他 他就不想连累吉弟守寡 但是呢 后来呢 他确认这是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心意 他就决心 赢取吉弟了 哇 这件事当时一定非常震撼啊 一位以前当神父 一位是还俗的修女 两个人去结婚啊 有些人想抓他们的把柄啊 看看他们在婚前 有没有淫乱的行为啊 对啦 路德这方面非常小心啊 所以他一开始呢 就安排吉弟呢 去住在朋友家里 而他们呢 也一直维持一个 健康的男女关系了 嗯 那些抓把柄的人 就没话说了 对啊 所以呢 这一桩婚事啊 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 后来路德离世的时候呢 他把所有的遗产呢 全部都留给吉弟 在当时的社会啊 这种做法并不是大众认同啊 但可你可以看见 当路德确认 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 他就全心全意的投入 尊重太太 信任太太 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啊 因为宗教改革五百年的缘故 在威登堡旧城区 很多建筑物都正在休憩 包括这一座建于1504年至1507年间 奥古斯丁修道院 后来就成为了马丁路德的居所 路德跟吉弟结婚之后 就一直住在这里 大楼的庭园有吉弟的铜像 谭牧师啊 我有两个小孩 你有几个啊 我有两个儿两个女四个 哇 好棒啊 照顾小朋友有点辛苦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小朋友 马丁路德呢 也很喜欢小朋友的 所以呢 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但是呢 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的 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 啊 我知道路德呢 是很喜欢小孩子啊 因为他曾经说过 小孩越多快乐越大 但是有时他的想法 也都有点矛盾 他曾经提起家庭啊 其实一个负类 有时候呢 无法捉摸女士的心理啊 有时候觉得是很难相处 加上小孩偶尔顽皮啊 又哭闹啊 重点是小孩多花费大呀 哎呀 会这样的 偶尔呢 被老婆气坏了 被小孩气坏了 讲两句会气话 也是很正常的啊 人之常情啊 马丁路德也一样是人 但是呢 他有一个好处 后面这个修道院大楼呢 就是他的家 他不像我们需要交租啊 要供房子啊 他住在这里 是不用交租的 哇 这个修道院这么大 多伤两个小孩也没关系啦 很适合你啊 在1522年 因为宗教改革 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都离开了 这座大楼后来就赠予路德 作为居所 今日称为路德楼 1883年开始成为博物馆 对外开放 里面有很多模型 展示路德当年起居生活的情况 路德非常好客 他把很多房间整理成为宿舍 出租给十几二十位学生 所以家中包括小朋友 亲戚和仆人等等 常常有四十五十人居住 吃饭的时候 按照礼仪 路德坐在首席 右边是太太基地 其他人就按照年龄和地位 一一排列而坐 在一楼吃完饭之后 路德就会跟一些好友 学生去到楼上 这一间客厅谈天说地 后来他的学生 把路德讲的话摘录笔记 编写成了经典著作 《餐桌谈话》 在这些言谈记录中 可以看见路德 对教养孩子的观念 他常常说 要亲自教导孩子 不可以单单宠爱 也要管教 强调苹果和鞭子要并行 而且他最重视的是 孩子要认识神 他曾经写信给四岁的儿子说 我亲爱的儿子 愿基督里的平安归于你 听说你喜欢读书 喜欢祷告 我真的高兴 我只愿你常常如此 路德的太太持家有道 在花园里面 饲养牲畜和种植蔬菜 产量之多 在当时威登堡是数一数二 有趣的是 路德声信乐善好施 常常拿钱出来照顾有需要的人 太太为防止他乱花钱 所以随身就保管着保险箱的钥匙 而马丁路德在威登堡 二十几年的生活 就立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榜样 从个人与神的关系 家庭 教养子女 侍奉等等 都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原则 卢牧师 我们常常谈到 马丁路德提的音信称义 就是凭信心 依靠耶稣基督 就可以得到神丰盛的赦罪恩典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 但我看到 马丁路德的行为 是很认真的 例如 他对家庭 对婚姻 和对朋友 都是尽量做到无可指责 没错了 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 音信称义的道理 有人以为说 我信了耶稣 做了义人 那我就必然得救啊 能不能得救 当然是平恩典 不是用行为换过来 但是不代表 我们不需要行善 就可以被称义 那么这也正正是 音信称义的教义 经常被人们误解 批评 公给的原因 是的 我记得圣经很多地方 都提醒我们 信心和行为 是要互相配合的 家家宝 你读圣经呢 很全面啊 其实呢 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就经常强调 我们要以行动 去实践信仰 而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强调啊 信心没有行为啊 是死的 是啊 我觉得真正认罪悔改 相信主耶稣的人 他的内心和行为 都应该有变化 他不应该再犯罪 而且应该是由主耶稣赐给他们的爱心 是能够活出来的 所以呢 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呢 有很多人呢 当然是反对用赎罪券 来减轻一些已经过世的亲人 在炼狱里面受苦的这种教导 而其实呢 也同时反对人死后会有审判 在罗马书啊 也很清楚的有讲到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这么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啊 就算没有炼狱 但是每一个人死后 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所以虽然我们说 可以因信称义 与神和好 但是我们是否得救 应该由神来决定 不是我们讲讲就算的 其实路德很反对 形式化的宗教行为 但是他却很强调 他正正是他个人 跟神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每天呢 都很勤劳地研读圣经 每天都祈祷 而他特别喜欢 从窗户呢 看着天空 大声地祷告 他才能够支取力量啊 最明显的一次呢 就是在沃姆斯那里 在预前审讯的时候啊 前一个晚上 他彻夜迫切地祷告 第二天呢 他就得着力量 有勇气 坚持他宗教改革的立场 我也很同意 如果我们每件事情 都能够先祷告 寻求神的旨意 我想我们所做的决定 会很不一样 谭牧师 刚才没看见你 原来你躲在这里喝啤酒 也不是 我做完了事啊 先松一下 其实我已经叫了一杯给你啊 直到你会过来 这个呢 就是著名的德国啤酒啊 干杯 谭牧师 其实基督徒 可不可以喝啤酒啊 圣经呢 就没有说基督徒 不可以喝酒 但是圣经清楚讲明啊 基督徒不可以醉酒啊 哦 是的 我记得圣经里说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就是以水变酒 还变出好酒来 对了 但是呢我想耶稣当时变的不是啤酒啊 可是来到德国呢 我们一定要品尝这里的啤酒 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啤酒啊 在我的记忆当中啊 有一些叫做白啤酒 青啤酒 黑啤酒 还有一些最特别的是没有酒精的啤酒啊 哦 这么特别 真的 很多人都喜欢喝啤酒啊 但有些朋友呢 是不能喝有酒精的 所以呢 就制造一些没有酒精的啤酒 而我觉得最特别的呢 就是那种白啤酒了 哎 你猜白啤酒什么颜色 我想是白色的吧 都叫白啤酒了 白啤酒啊 当然不是白色的 白啤酒呢 是提炼方式是比较特别的 它不是用大麦 而是用面包发酵而成的 出来的味道呢 比青啤更轻 啊 德国人制造啤酒呢 是很认真的 这家小小的餐馆呢 你看后面是什么 我真的不大知道 这个呢 是一个自制啤酒的器皿啊 德国人呢 很流行自制啤酒啊 所以这家小小的餐馆呢 他们很认真去添置器材 可想而知啊 德国人是多么认真 制造啤酒给我们喝呀 很新鲜的了 是啊 你一喝就知道了 是是是 喂 你们一身酒味啊 就喝酒了吧 是啊 陆牧师 我们喝了一点啤酒 真不找我一块去 啊 陆牧师 啤酒你也有兴趣 圣经没有说不许喝酒 在真言二十章第一节 虽然这么说 啊 酒能使人泄脉 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犯错误的 这个人就没有智慧啦 哦 我明白了 所以喝酒要很有节制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 要做美好的见证 千万不要醉酒犯错 啊 讲到好的见证啊 马丁路德不单是一位宗教改革先锋 他在生活上呢 也是很有见证的 那对啊 他没喝醉酒啊 啊 他有没有喝醉 我就不知道 至少历史是没记载啊 但是历史有记载 马丁路德的行事为人啊 啊 你知道500年前啊 当时是常有瘟疫啊 医疗又不太好 很多人因为瘟疫而死亡 威登堡这里啊 曾经先后发生了三次的瘟疫啊 有瘟疫 人人都会离开啦 而马丁路德呢 就特意不走 留在这城里啊 照顾有需要的病人 他有一位同事呢 患了这个瘟疫啊 太太也是啊 先后离开世界了 他很有爱心啊 他呢 就把这位同事的小朋友 带回家中照顾啊 从这件事呢 我们可以看见 马丁路德呢 是一位非常有情有义的人 哎 他真的是有情有义啊 他对朋友啊 真是没话说 啊 在1546年 他都已经63岁 可能操劳过度 身体很弱 怎料呢 有两位好朋友有争执 找他做调停 他终于愿意啊 回到他的出生地 艾斯莱本 那么在路途上呢 他还去教会讲道 结果就病倒了 幸亏啊 他后来康复了 也帮了这两位朋友呢 和好 不过呢 天气时代真的很冷 他的身体呢 又很虚弱 又病倒了 这一次呢 就没办法回家了 他临终之前呢 还在他的故乡 艾斯莱本 那里讲道 可见 马丁路德 真的 至死忠心啊 1546年2月18日 马丁路德在他的故乡 艾斯莱本逝世 他就病逝在这栋建筑的房间里面 今日保留下来 成为一个纪念馆 由这幅图画可见 马丁路德出遍的时候 有长长的送遍行列 由艾斯莱本去到威登堡 沿途有千千万万的送行者 他们都唱着 上主是我兼顾宝障 向路德致哀 马丁路德最后安葬在 威登堡城堡教堂的讲台下面 墓碑上面刻着 耶稣是我兼顾宝障 在我以前服务的一间电视台 在后期的时候 公司发生了很多困难 因为没有钱发薪水 我们那段期间 每个月需要千多万来发薪水 所以我不断地去筹钱 去解决员工资金的问题 希望能够发薪给他们 我记得祷告的力量 所以我召集了公司里的 一群基督徒 成立了一个祈祷小组 我们每星期定时地祷告 而最让我惊讶的 就是国外一家电视台 愿意买我们的节目版权 他们还没有跟我们 签署一份正式的合约 也没有拿到我们的影片 但是他们的钱 已经存入我们的账户 让我们可以在除夕夜的时候 可以支付所有员工的薪水 我深信神在当中 做了很多工作 而整件事 因为我是公司的执行董事 没有办法发薪水 我是要负一定责任 最后法官也判我 罪名成立 罚款十五万 虽然我在地上得到这样的审判 但我觉得最终 神的眼睛是明亮的 他有最后的审定 我知道 只要我们归向神 过着神喜爱的生活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 神最后的祝福的 由中世纪封建社会 发展到今日自由开放的社会 很多道德 伦理和价值观都改变了 有好的 也有坏的 又或者具争议性的改变 不过马丁路德行事为人 所根据的圣经真理 以及他和我们所相信的 耶稣基督始终不变 他为我们带来正确的人生态度 盼望和丰盛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用信心 去经历耶稣基督的爱 和他的大能呢 你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我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画出来 耶稣基督的爱 敬礼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基督的爱 敬礼我 耶稣基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播出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份爱 敬礼我 耶稣基督的爱 敬礼我 敬礼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基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播出爱 有一份爱 从前而来 你已山高 你已海深 测不透 摸不脚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转移了 滴滴恩语 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语之声 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 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